太有排面了 中国女篮重返亚洲之巅 六大权威媒体纷纷发文祝贺 在北京时间7月2日结束的女篮亚洲杯决赛中 中国女篮在李月汝 黄思静 杨立伟等主力确证的情况下 以73比71击败霸占亚洲杯冠军十年之久的日本队夺取冠军 在女篮第二节一度仅得到9分的低迷状态下 主教练郑薇下半场几次关键调整 以及含蓄的连续得分 再就是第四节李梦状态回归一人怒砍12分的神勇 残政的中通女篮众志成城在以73比71击败日本夺取冠军 此意含蓄26分 李梦17分 王思宇17分 自2011年至今 女篮时隔12年再次夺冠 如此美妙的荣耀时刻 除了求援求迷的欢欣鼓舞 作为官方最为权威的数家媒体也在第一时间发文祝贺 这样的盛况可谓排面十足 一起看看人民日报 新华社 人民体育中国日报 解放军报 共青团中央 以及国际栏联是如何发文祝贺的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俊vid